中国防弹衣到底有多牛 世界各国70%的防弹衣来自于中国 咱们的防弹衣牛在哪 今天这期视频 老黑就来带大家领略一下 中国防弹衣的威力 全程高能切勿眨眼 2022年11月份的某一天 一名刚脱离身世危机的俄罗斯士兵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感谢视频 在视频中他这么说 中国防弹衣两次救了我的命 帮我挡住了炮弹弹片袭击 也挡住了步枪子弹袭击 从现在开始 我将永不怀疑中国生产的任何装备之类 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 中国人没有自己的防弹衣 美国苏联等大国 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防弹衣研制技术 在美国的封锁下 没人愿意向我国分享防弹衣的研究技术 上世纪50年代末 我国才进入防弹衣研发领域 但过程并不顺利 研发处处碰壁 最终陷入停滞 幸运的是改革开放的风潮 很快刮了起来 我国军事防护技术 出现了新的砖机 2000年 划签专家周泰 带领我国科研团队 夜以继日花费数千万 终于彻底攻克了防弹衣的技术 成为了仅次于 美国荷兰的防弹技术 一流打工 在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下 咱们的防弹衣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 挡住子弹 还不会让冲击力伤害到身体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国家对咱们防弹衣的真实测试 50米能抵御机枪扫射 这是俄罗斯一博主 对中国防弹衣进行的射击测试实验 为了让子弹不会真的伤到人 他将两块中国制造的防弹衣中 防护插板绑在了坦克上 然后首先拿出了一把手枪 对准防护插板进行了射击 子弹准确无误的打在了防护插板上 但没有对防护插板造成任何的损伤 紧接着他又拿出了手榴弹 扔向了防护插板 然后弹头碎片卡在了防护插板的表面 但依然没有造成伤害 于是他又拿出了突击步枪 对中防护板发射了子弹 虽然子弹有打入防护板 但是没有打穿 就连防护板的背面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形 也就是说 人穿着防弹衣的时候就算被步枪击中也不会受伤 更不可能打出去或是打出内伤 但是这名俄罗斯男子还是不信邪 于是拿出了威力更大的每次M4A1突击步枪 对准防护板发射之后 防护板表面被子弹打到了整个爆裂 但神奇的是防护板的背面仍然完好无损 只出现了一点突起 然后男子又拿出了AK步枪 同样没能把防护板打穿 最后男子只能把机枪拿了出来 对准防护板进行了连射 竟然还没有把防护板打穿 这个防护能力可以说是逆天了 不管拿出什么枪 在50米内全都打不穿中国制造的防护板 不过有美国人对俄罗斯人做的实测表示质疑 于是美国人也进行了一次实测 中国防弹衣有多强 这是2017年美国一位子弹研究人员 对中国防弹衣进行的测试 这名研究人员在网上购买了一块中国制造的四级防弹钢板 也就是插在防弹衣胸前部位的钢板 他直接拿出AK-47对准钢板进行射击 但是没有一颗子弹能够打穿这块钢板 然后他又拿出了墨星纳杆军用步枪 依然没能够把钢板击穿 即使是被子弹重复打击的地方也完好无损 在这个实测的结果面前 美国人也不得不佩服中国的制造 而现在在美国 不管是美国警察还是大兵 那都是防弹衣不离生 就算你看到美国大兵身上的防弹衣 写着自由美丽间 翻开一看衣领子上的标签全都是med in China 美国大兵比起自家的防弹衣 更想穿中国防弹衣保密 很多美国士兵不满意国家派发的防弹衣 甚至会自己上网购买中国防弹衣 一件中国防弹衣 在美国只要100美元就能够买到 性价比超高 不只是美国英国士兵 也曾十分佩服中国的防弹衣 那是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一个英军小队被伊拉克士兵偷袭 那枪林弹雨感觉人都被打成了马蜂窝 还有士兵身中12强 但身上的防弹衣依然丝毫没有被击穿 中国的防弹衣的名声自那之后更加强大了 我是老黑 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有我来告诉你 欢迎评论区私信轰炸 咱们下期见